不一样的剧解读尽在喵小鱼 电视剧《小女花不器》正在火热更新中 此剧是由不老女神跟鲜肉帅哥张冰冰连媒主演的 根据庄庄同名小说改编的古装武侠剧 剧中的女主角花不器从一出生开始 就跟着自己的舅舅九叔过着乞讨的生活 因为自己的母亲身份特殊 不器从一出生开始便成为了江湖众人寻找追杀的对象 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让自己的母亲在身上花不器后就撒手认寰 朝中重臣七王爷下令四处寻找自己的女儿 化身为连一颗的世子在与花不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也觉察到了 不器有可能就是父亲想要寻找的那个人 为了能够讨好七王爷 所有的人都开始帮忙寻找这个七王爷口中所谓的女儿 但七王爷却最终之意不再久 其实他认女儿的本意却是要得到碧罗天宝藏的下落 九叔死后花不器不仅顺利进京 而且还顺利进了姓王府成了真正的郡主 也从朱福那里知道了 九叔实际是朱福命府其实的少爷 而自己也是朱福中现在唯一的血脉 为了让不器能够顺利回到府中 朱福设计用假死药让不器突生 却没有想到却被莫府夫人抢了先 居然先一步下毒将不器陷害 莫若飞虽然想救不器的性命 最终因为自己的母亲 她还是决定隐藏不器被母亲下毒的事实 并故意让自己的母亲去穿家观影刘通权 留下不在场的证据 幸亏朱家婢女及时赶到 让不器服下了不死之药 这才保住了不器的性命 在最近的剧集中 不器被跟自己有媒妇之约的东方石相救 顺利以朱家小姐的身份付出 陈玉在知道不器不是自己的妹妹事实之后 就一直在寻找不器的下落 也开始调查事情的真相 并与自己的父亲断绝了关系 开始四处云游寻找不器的下落 当她得知不器还没有死的消息之后 居然将自己卖身到朱福之中成为下人 当不器看到又有次出现在自己身边的陈玉时 居然失声痛哭道 原来你也在这里 随着 随着 随着